那么第三点 经过李鸿章的奏准 就是轮船招商举取得了 为清政府运输官货的 这么一个承运权 就是说李鸿章 就是经过奏准 就是同意 中国官商货物 交由中国轮船承运 说以后 凡是沿海沿江 凡是有官方的货物来运输 应需轮船装运者 统归 局船 赵章承运 那么说轮船招商局 取得了 为清政府运输官货的 这么一个专运权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第四点 那么他又规定 轮船招商局 向中国的北方运输 这个粮食 运输这个商品粮 那么可以取得 免税权 就是其他的船只 运输这些商品粮 要交税的 那么轮船招商局 向北方运输商品粮 可以免税 那么这是第四点 那么第五点 由于这个轮船招商局 在运营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些困难 那么经过李鸿章的奏准 那么这个轮船招商局 取得了一个什么特权呢 就是缓交官场利息 我们前面讲到了 轮船招商局 借用了很多 新政府的这个官款 他是要交利息的 由于他出现了这种 运营上的困难 李鸿章经过 向新政府上奏折 同意轮船招商局 缓交这些利息 那么这样呢 就为轮船招商局的 这个运输 为他的运作 那么就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这么一个基础 使他这个经济上 相对来讲呢 就比较的这种宽松 那么这是一点 我们讲到李鸿章 对于轮船招商局 在对内 在国内竞争方面 给予的支持和保护 我们下面再看 第二个方面 就是李鸿章 出于从外国 洋商竞争方面的考虑 给予轮船招商局的 这种保护和支持 那么这个 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后 外国的一些轮船公司 像英国的 一个轮船公司 美国的轮船公司等等 他们力图依靠 他们那种雄厚的 这种经济实力 依靠这种资金实力 那么就同轮船招商局 进行跌价竞争 就是纷纷降价 那么外国的这个 轮船公司呢 希望通过 跌价竞争 击垮 轮船招商局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李鸿章看得很清楚 而且李鸿章采取了 很多措施 来支持 轮船招商局 同外国的这种竞争 那么李鸿章的支持呢 大概有这么几点 那么第一点 就是积极的借款 给轮船招商局 在资金方面 支持轮船招商局 与外国轮船公司的 这种竞争 那么在这个 1876年11月 外国洋行 外国的轮船公司 纷纷的呢 跌价竞争 同这个招商局 进行竞争 那么这样 轮船招商局 曾经面临着 非常严重的困难 那么在这么一种 情况之下 李鸿章为了维持 轮船招商局的 这种正常的运转 同外商进行竞争 那么李鸿章 就再次向清政府 进行这个奏情 那么后来清政府 同意 向轮船招商局 借拨50万两白银 就是给这个 轮船招商局 注入50万两 关款的支持 那么这50万 50万两的这个关款 注入到 招商局的这个 运作当中 不但使得 轮船招商局 顺利的渡过了 这个难关 而且使得 美国的一个洋行 叫做奇昌洋行 奇昌这个轮船公司 那么在从 轮船招商局的竞争当中 逐渐的亏本 逐渐的破产 那么后来呢 这个奇昌洋行 主动的和 轮船招商局联系 希望呢 能够归并到 轮船招商局下 用我们现在话说 就是由 轮船招商局 吞并了 奇昌洋行 接受了 他的一些传制 那么后来 轮船招商局 在吞并 这个奇昌洋行的 过程当中 清政府又向 轮船招商局 提供了 100万两白银 那么就促成了 轮船招商局 对于奇昌洋行的 这个 这个规并 那么这是李鸿章呢 在对外方面 对轮船招商局的支持 支持他呢 那么对外的 这种竞争 那么这个第二点 就是李鸿章 在对外竞争方面 给轮船招商局的 这种支持 那么第二点 就是李鸿章呢 给了轮船招商局 以部分的经营特权 支持他 对外的对外竞争 我们前面讲到了 李鸿章 给了轮船招商局 很多特权 比如说 分运草粮 运费的一种优待 又运费比较高 缓交关款的利堂 这种利息 那么给了他一些 官货的专运 还有部分商品的 这种免税权 给了轮船招商局 很多这种特权 那么他之所以 给轮船招商局 这些特权 他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为了使得 轮船招商局 在同外国的竞争方面 处于一种不败之地 使他处于一种 更有利的一种地位 那么李鸿章 在这个论 维持招商局折 在这么一个奏折当中 李鸿章他是这样讲 他说 我本人 在奏办 轮船招商局之初 当初设立 轮船招商局的时候 即原料洋商 必将原料洋行 必将请己 我原来就预料到 外国的洋商 必然会压迫 请亚 排挤轮船招商局 事先我已经 料想到了 他说担心 完全依靠商本 卫族相抗 他说外国洋行 肯定会要排挤 轮船招商局 那么单纯的靠这个商本 完全靠商人 为族相抗 那么因此呢 就考虑到 运输草粮 本为中国独善之力 彼族不敢参与 他讲什么呢 他说如果说 清政府给轮船招商局 以其他的一些特选 那么外国轮船公司 就会为这个问题 从清政府进行交涉 认为清政府了 给了洋商 不是给了这个 轮船招商局 以很大的这种特权 是吧 就会认为呢 外国洋商 从轮船招商局竞争当中 是出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有可能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那么李鸿章说什么呢 他说 我只考虑到 运出草粮这个事情 这是中国独善之力 这是中国官方要做的事情 是吧 这个外国人是不能够承运 清政府的这个官粮的 就是说 这样做的话呢 不会引起中外之间的交涉 是吧 因此他就立主 由招商局 来协运清政府的草米 干什么呢 是以此作为招商局的 自立根基 就是清政府给轮船招商局 以运输草粮的这么一个特权 那么这个特权 外国人是不能够有所借口的 那么给了轮船招商局 以运输草粮的特权 就会给轮船招商局 一个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发展基础 有了一个长期的 是吧 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 这个经济来源 那么当时他在讲 说只要招商局 拥有这个运草的这么一个特权 以后扬商 随争衡不屑 商局 言彼注此 足以周旋 必不致有所措施 那么这是李鸿章 讲的这么一段话 那么他讲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这么一个意思 说轮船招商局有了 包运草粮的这个特权 是吧 外国洋商虽然从清政府进行交涉 进行争论 那么但是轮船招商局 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收入 可以注笔 淹此注笔 就是说 由运输草粮所获得的利益 一些利润 去补充轮船招商局 这个经济上的这种不足 资金上的不足 那么这样同外国方面进行交涉 进行这个周旋 轮船招商局就不会失败 就会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 那么这是李鸿章的说法 那么李鸿章的这个说法 绝对不是一种无中生有 绝对不是这个 在这个 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那么历史事实证明 李鸿章给予 轮船招商局的这个特权 那么确确实实是有助于 轮船招商局的这种对外竞争的 那么这个招商局的另外一个总办之一 叫做朱祁钊 朱祁钊也非常明确的承认 他说什么呢 他说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 李鸿章等人 即呢 预备外国争衡请押 他说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初 李鸿章就考虑到外国人 有可能是吧 同轮船招商局进行竞争 他说固有草米 即免税货 并查菜为之帮助 所以李鸿章就是因为考虑到 外国人 要从轮船招商局进行竞争 所以呢 有这个草米即免货税 免税货 给他这个帮助 给他让他运输草米 让轮船招商局免税 他说只要这样 这样做的话 是吧 那么这个同时轮船招商局 又能够勤俭经营 即使日跌价 亦有余力可分 那么他就讲什么呢 说只要轮船招商局这些人 好好的经营 是吧 能够节俭 那么以后 尽管外国洋商 从新政府 从这个 这个轮船招商局 不断的进行竞争 那么这样 轮船招商局 是吧 同样是可以获得利润的 有余力可分 那么这是李鸿章啊 在这个 从外国竞争方面 给予轮船招商局的 那么一些特权 那么第三 李鸿章还特别强调 国家和政府对于轮船招商局 这些洋务企业的这种保护的必要性 那么提出来 清政府要利用外交的手段 支持轮船招商局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 李鸿章呢 最初他在这个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 那么他就提出来 对吧 之所以为了创造 创办轮船招商局 就是为了要图中国的富强 要收回中国的利权 那么这样的给了轮船招商局 很多特权 那么这个清政府给了轮船招商局 很多特权之后 就引起了外国商人的 特别是外国的轮船公司的不满 他们就讲 说这个清政府给轮船招商局 以这个运输草粮的这种特权 是清政府对轮船招商局的一种变相补贴 那么对清政府呢 这种做法表示非常不满 那么李鸿章就担心这个外国人 有可能利用这个问题 从清政府进行交涉 所以说李鸿章就给总理衙门 那么上奏折打电报 讲什么呢 讲说西方各个国家都是要保护本国的这种轮船公司的 说因此清政府也必须保护轮船招商局 他说假如一旦以后外国洋人 是吧 因为清政府给了轮船招商局 以一些特权 从清政府进行交涉的话 是吧 那么就应该由清政府 由这清政府啊 应该呢 由中外合力维持辩论 以为划伤保护 以为划伤保护 扶起嘉义主持 使美举不致中戳 他说什么呢 说一旦 一旦以后有外国人 同清政府进行交涉 那么清政府的内内外外 都要合力 是吧 同外国进行交涉 来保护轮船招商局 是吧 使这个轮船招商局 这么一个好的事情 不至于终止 不至于这个中途 中途那个废调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啊 李鸿章呢 他对于这个轮船招商局 是给予了很多优待 是吧 他是有扶持有保护的 对内对外都有扶持有保护 那么当然 是吧 这个李鸿章 或者清政府 对于轮船招商局 也有很多盘剥 是吧 那么清政府 是吧 那么规定 轮船招商局 要优先为清政府 运兵运响运粮 来服务 是吧 那么赶到这个运输的 这个旺季 这个轮船招商局的船只不够 那么这个轮船招商局 还要自己出钱 来雇用外国的商船 外国的轮船 来帮助清政府 来运兵运泻 那么另外 当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灾害的时候 清政府 往往已 是吧 进行这个 这个善政啊 进行这个 议举啊 以这些名义 要求轮船招商局 要出钱 帮助清政府 采买赈粮 那么而且 他们还要求这个轮船招商局 那么在运输这些 证米的时候 给予这个免费 免费帮助清政府 运输这个证米 那么另外 轮船招商局 还经常被清政府 以报效 捐纳的这种形式 勒索这个资金 那么据一些材料记载 在1891年到1911年 这20年当中 轮船招商局 一共向清政府 报效了白银 135万两 其实被清政府啊 白白拿去了 135万两白银 那么所有这些 都必将严重的影响到 轮船招商局的 它的运营和发展 那么也说 清政府对 轮船招商局 有保护 维持的一面 但是也有 非常明显的 这种勒索 盘剥的一面 那么正因如此 那么原来曾经主张 企业要关注商办的 郑观英 是吧 那么后来 他也发出了一种呼声 什么呼声呢 他是讲 说这个清政府啊 是名为保商 实拨商 关注商办 视如虎 那么对于 关注商办企业 那么他提出了批评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事实 但是这个事实呢 是以后 就是这个 这个 轮船招商局 以后的这个事实 那么轮船招商局 在创办之初 或者李洪章本人 最初的本心 不是要盘剥 轮船招商局 在最初 李洪章对于 轮船招商局 更多的给予的是 保护和支持 那么盘剥也有 就像这个 郑文英所讲的 这个关注商办 是如虎 那么这是以后的事实 以后的事情 那么这是我们讲到了 这个第四个问题 就是这个 李洪章呢 对于这个 轮船招商局 是吧 他的保护和支持 那么通过以上 我们所讲的四点 我们可以看的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轮船招商局 的这个创办过程当中 发展过程当中 中国的官府 中国的官方 包括李洪章 对于轮船招商局 这种保护和支持 那么确切实实 是非常的明显 就是说 他们对于轮船招商局 有盘剥有压抑 但是他的保护和支持 那么也是非常明显 那么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等经营形式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 官都商办 或者官商合办 这种形式 不论人们是不是喜欢 对吧 那么他正是 中国国情下的 一种产物 官都商办 官商合办 人们欢迎不欢迎 喜欢不喜欢 那是一回事情 对吧 那么这种形式的出现 正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 一个企业发展的 一个道路 那么当时的 这个直立总督 李鸿章 那么现在这个人 已经去世了 那么李鸿章 他在筹建 轮船招商局的时候 他的功过 现在人们的评价 都是不一 有的对他评价很高 有的评价很低 那么我认为 李鸿章 他在创建 轮船招商局过程当中 他确确实实是有功的 对于轮船招商局的维护 也是有功的 那么我想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承认 那么至少李鸿章 在轮船招商局的 这个创办发展过程当中 他的功是大于过的 那么这是我对于 这个李鸿章 和轮船招商局创办过程当中 的这个关系的一个看法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